嗨 這是賀瓏隔離毀滅百天的第85天 剩下的15天終於來了 這輩子還沒有吃過河紐 爽啦 這輩子是百天 有什麼好怕的 嘿嘿 好 其實都不從前 掰掰 欸欸 滾 滾 滾 原來這就是河牛的味道啊 嗯 到頭來自己想吃的河牛還是得自己買 不要看這一小盤河牛 得來不易啊 這一盤河牛是 我先用Foodpanda 叫到公司之後呢 再請公司同事在下週一的補給日帶過來給我 我才有這一盤 每次我都懷疑是不是有少了一點 但這一盤並不是我直接用Foodpanda叫的 而是我在隔離期間找到一個賺錢的方式 是現金回饋網站 Shareback 這一盤不要看它很小啊 它花了我一千多塊 可是我透過Shareback這個現金回饋網站呢 再來訂Foodpanda 最高回饋有到8% 哇 所以我花了一千多塊再回饋8% 賺了一個便當錢啊 那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就是來跟大家公開我剩下多少錢這個問題 因為這次的隔離挑戰公司給我100萬嘛 扣掉了房租、水電、生活用品、補給食物 還有開銷最大的胎片製作費用 我現在如今大概剩下了80幾萬 兩週後出關 再扣一次房租和水電 應該有一個80萬吧 至少75萬 好 我有信心至少75萬 那為什麼我要在這段期間狂省狂省 省到剩80萬呢 因為當初100萬 就是我進來的理由 就是為了錢 吃完了 這一千多塊錢 馬上就消失了 好 那現在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三個多月來是怎麼省錢的 其實我在進來隔離之前呢 我在信中就擬定一個100萬的 省錢的規劃 當時在想法就是要先扣掉 一定要的必要開銷 比如說最直接的就是房租和水電 那房租呢每個月是2萬元 水電是800塊 會那麼便宜是因為我骰子骰到的 如果你們不知道這個原油的話 可以看這邊 這邊是那時候簽合約的影片 我運氣非常好 很幸運的 載到了2萬和800 所以一個月會扣掉2萬0800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會支出 6萬多元 那接下來就是我要拍的各種影片的道具費 首先最少不了的就是 來賓的通告 大家應該會發現我的有些影片後面會寫說 誰誰誰來 比如說嗨咖來 有請假 多少錢多少錢 對 這些就是必要開銷 因為有些影片就是會請人一起來玩 然後再來是有一些影片的企劃 明顯看得出來是很多道具的 像是海灘度假 對我把陽台打造成海灘 然後搭個帳篷 那次的錢就花蠻多錢的 雖然也是可以省那筆花費 可是就覺得很好玩 我就想做這個事情 而且陽台的那些設施 我到現在都還可以繼續享用 喔 有一個挑戰任務的影片是抓蟑螂 後來我去搭上飛機 那個影片 那個影片很多人留言說 怎麼那麼貴 怎麼那麼貴 為什麼那個空姐那麼貴 但其實那個花費 並不是扮演空姐的同事 好 那個花費是 那個飛機的輸出背板 哇 那個真的超級貴的 哇 那個飛機的輸出板就要將近七千元 飛機的椅子 那個小椅子也是兩千元左右 所以那支影片呢 馬上就花了快一萬塊 或者是說 約會那一支 那支影片 我隔著門 然後用交友軟體 找到一個女生一起來約會 那支影片也蠻多小小的東西要花費的 可是那支影片因為 有乾爹 所以 就乾爹會照 但還是有一些影片是 即使有乾爹 我還是必須要支出蠻多錢的 就是 近期上的粉絲見面會 這兩集花費的 數字 哇 這個明細是整頁的Excel 非常多錢 那當然包含了 當天的活動的所有流程必須要的 飲食啊 交通啊 即使有乾爹 我還是支出了 5萬多元 那其他的呢 大概就是一般的生活花費 以及 我進來這邊之前 大家所看到的一些小小的家具 這裡沒有的 我們就會 把它買起來 那扣掉這些不能省的錢呢 就剩下可以省的錢 就只有一個項目 食物 美中益的補給食物 我除了在IG線 都有跟大家徵求 一樣食材以外呢 其他都是我自己開 大約把我這一百天想吃的東西 跟一定要用的東西 慢慢的分配排下來 然後找一個最省錢的食材的搭配 開一個整個清單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那首先就是我進來之前呢 我買了超多的泡麵 現在都已經吃到快沒有了 還有一些冬粉啊米粉啊 義大利麵啊這種 可以放很久的 我也到了大賣場亮飯店 去買很多的冷凍肉 一大堆的火鍋豬肉片 跟一大堆的雞胸肉 一大堆的雞腿肉 然後全部把它淹起來 那同時我還買了很多的 可以放很久的罐頭 還有很多的調味料 我真的覺得 自己煮到一個天荒地老的時候 會發現怎麼煮得同的味道 這時候就需要大量的調味料 就會覺得好像是不同的口味 就會比較有食慾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我一定不會省的就是 牛奶 還有 奶油 還有 優酪乳 這三個我是 每一週我都會請同事 去買個家庭號的過來 一大堆的蔬菜跟豆製品 加上 很多鮮奶 再加上主食 就過完一週了 所以這就是我的省錢之道 好 我已經省了整整三個多月了 今天就是要趁出關前呢 好好犒賞自己一波大買特買 陽光那麼大 我要來報復性消費一下 我來看看有什麼好買的呢 那我先打開剛剛提到的Shotbag Shotbag在網站上面有超過300間商店可以選 那因為我剛想買了四樣東西 它並不是一個網站就可以買到的 所以我都會開啟這個Shotbag小幫手 這還蠻方便的 它是一個Google Chrome的插件 只要你逛到合作商家 它就會自動跳出來開啟現金回饋的提醒 然後你購物完成的時候 它還會通知你現金回饋的 是一個蠻懶人的購物方法 蠻適合我的 你們能想像自己煮100天的感覺嗎 我大概煮到一半 五十幾天的時候 就已經很不想吃東西了 我怎麼煮都同味道 所以我來查一下 應該有一些不錯的餐券吧 查一下我之前吃過在我家附近的 六福萬宜酒店下午茶 喔有了 五百多 好 還可以 偶爾吃一下還不錯 那我就買 三張 跟我媽和我阿媽一起去 好 買 那第二個呢 我也想買 同樣是餐券 這段時間我在被隔離 然後我跟我的家人都見不到面 還蠻愧對於家人的 所以我要買 我阿媽很喜歡吃的高級餐廳 西提牛排的餐券 我來查一下 西提牛排 好 馬上第一個就是家樂福 嗯 家樂福也有回饋喔 好讚 四張一套 好我就買一套 好 買完吃的了 那第三個我要買的就是 我最喜歡的一個家具 那這個家具是我家沒有的 就是 免治馬桶 真的超爽 在這個地方一百天 每天到最後 唯一開心的地方就是坐在馬桶上 免治馬桶超爽的 我覺得我要幫家裡裝一個 比較基本的免治馬桶座 擦一下 好貴 我來挑個便宜的 好 就這個吧 這個OK 特地屋 特地屋 哦 高回饋耶 好 買 然後最後呢 第四個就是 放自己一個家 我已經 連續拍片 三個多月了 超想要去南部 狂吃狂玩 住個兩天一夜 那很好的是 Shotback有跟超多訂房網站合作 那我來看一個 agoda 高回饋 好 南部旅行 好 這個 我就不給你們看 我訂哪一間房 免得 遇到你們 好 一口氣買完這些之後呢 馬上就來秀出我報復性消費的 現金回饋累積成果 哦 雖然今天花了超級多錢 一天花了快 八千塊 但沒關係 還是賺了這些錢 這真的數字哦 它不是一個 紅綠點數而已 Shotback的現金回饋 它是可以實際提領到你的銀行帳戶的 不像什麼其他的APP啊 或是銀行紅綠點數 限制一大堆 要嘛就是有效期限很短 半年就要花完之類的 沒有 它是永久 又可以提領到銀行帳戶的 真的新台幣 超棒的 其實本來我可以賺更多的 因為你搭配信用卡消費的話 你可以一方面賺信用卡的點數 一方面又賺Shotback的現金回饋 可是我現在在被隔離 一定要用大廈幣來消費 大廈幣就是一個 很沒屁用的貨幣 完全沒有任何的回饋 那今天的影片最後呢 送大家的小禮物 就是一個賀瓏連結 大家只要註冊賀瓏連結 註冊Shotback 就馬上獲得100塊的獎勵金 超級棒的 而且如果你再推薦別人使用 推薦一位也是100塊 累積會無上限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一個小資族 是一個斤斤計較的隔離者 馬上就來註冊Shotback 快去註冊 其實Shotback說 他們只要買1000人註冊 就要在Easy Table 幫我訂溫華東方的雅閣 直接幫我解鎖一個新的成就 我從來沒有吃過米其林餐廳 我也要吃